太巡泉的积极方法,它就和现在市面的建议。 就不是像散打,这些外国的搏击,就不是像你一拳我一拳的党。 它就是沾上去之后逼进去的党,逼进去的积极。 所以它就要讲粘言粘识。 我进攻的时候就不能跟别人进攻,就要做到万无一失。 所以说内加的打法就和外加的打法。 太巡泉里面有一个讲法,外加权是胡练文打,内加权是文练胡打。 它不和你一拳一拳的估计的。 然后找找机会,就是一进攻之后,就是不平的积极。 它是四只手的打法,就不是两只手的打法。 所以说塔的积极方式,就和现在市面上建的,它是不同的。 不是说你一拳我一拳,跟你拼命这样的打法。 好像是我和这些伏地讲解一样。 就是说塔出拳了。 塔出拳呢,塔一出拳出过来,我少少的把它一拨,拨开之后就可以随意积极了。 如果是我进步,可以做到摔,我少少一进步就可以做到摔。 少少一进步就可以做到打。 所以说这个团就是出手太重。 你看,这边一拨,这边手就马上过来了。 风力啊。 这边一拨,这边一拨,你看,塔就这个人,塔就上下形成了一个合集。 所以说塔就进身,就是我进身外门。 我进内门的时候呢,塔这样一个,我和他这样一打开,塔这个手一收回的时候,塔这个拳就出来了。 如果塔这个拳一收回,那我就马上就打塔这个手。 然后呢,形成一个,好,走。 手打完,走打。 走,这个手往下打。 然后翻过来之后,又可以往这边打。 所以说呢,塔就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基地。 封住人的手。 现在闪打呢,现在搏击呢,就没有会封人的手了。 都是你一拳,我一拳的在打。 但是这一家拳呢,进身之后一定要把对方的手封死。 不是说对方一进来,也可以从这边来,从前方手,前面的手。 也可以形成摔的话,也可以用前面腿。 这样一过来,就形成了一个摔势。 要是基基呢,这边手一过来,啵,这就是一个。 如果塔这个手一打来,刚好形成一个合力。 我这个手一过来,他看见这个手过来打。 然后这个手一拨。 如果是塔转出来的时候,直接可以插进去。 所以说呢,塔就是一个也可以摔,也可以叽叽的一种。 而且是打起来的,极体上来的。 是,我打你,你不能打我。 所以说,你看哈。 所以说,我一进身,都逼到塔不能出手。 逼到塔不能出手。 你看,塔不能出手了。 塔这个外加拳呢,只有要收回来才能。 它是要收回来才能出手去。 如果是塔收,塔收,我就跟着进。 我不能让塔出手。 我不能让塔出手。 我就这样就可以进来了。 塔光剑打我,我这样可以地基了。 它就这样来,我就这样可以地基了。 然后又形成了一个,形成了一个。 总之是我进身之后,不能和让对方有传戏的机会。 所以说,内加拳打法,它是和外加拳的打法不同的。 就是你不认识哪个手进来,就这个手进来。 你看,先不攻击,先不攻击,先不攻击你。 封住你的手,封住,封住,封住。 封住之后,这手可以马上点下去。 它和上面都可以上面,它和下面都可以上面打下去。 所以说呢,它是四只手打, 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两个手打。 简单的简单的简单。 是属于桌子,封住的简单。 是属于桌子也担保的。 是属于桌子。